大家好,欢迎来到阿汤的历史世界,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下方订阅和小铃铛,创作不易,感谢大家支持。 中国的物理学家杨振宁在世界上拥有堪比爱因斯坦的地位,为中国和全人类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但事实上,杨先生饱受无良媒体的攻击和辱骂,对于这样一个世界各国求都求不来的顶级科学家,全世界都把这种人才视若国宝,你也不可能看到另一个国家有人让科学家滚出去,他被误解到如此程度,我想说,我们真的欠杨振宁先生一个道歉。 为什么呢?咱们还是先从杨先生为人类做出的贡献说起吧。 一,科学史上的地位 杨振宁除了杨·米尔斯规范常理论,语称不守恒,还有其他杰出的科学成就,比如杨巴斯特方程,相辨理论,他在凝聚态物理学以及统计物理学也颇有建树,在这里就不过多赘述了。 正是因为这些成就,使得他足以跻身全球顶尖前列,也被认为是纪爱因斯坦之后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 二,为祖国做出的贡献。 这里要强调,杨振宁先生为中国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说起杨振宁,攻击他的人常用邓家先和钱学森来跟他做对比。 新中国成立之后,人家钱学森回来了,邓家先回来了,人家回来给咱们造了两弹一心,你杨振宁为什么待在美国,你等着我们中国富强了,你再回来,显便宜摘桃子,来退休养老了。 还有人说他自私,没有早点回到中国,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帮助美国,那爱国主义来指责杨振宁,实在是太牵强了。 以杨振宁在国际上的名声与地位来讲,根本用不着回国来捡便宜,养老之类的。 要知道,欧美那些国家抢他都抢不到呢。 当年杨振宁先生有过回国的念头,但是经过慎重考虑后,他还是选择了继续留在美国搞科研,因为邓家先和钱学森是做应用物理研究的,他们的研究成果可以直接用于造原子弹、火箭、导弹等,是新中国最最迫切需要的东西。 但是杨振宁先生不一样,杨先生是搞理论物理研究的,以中国当时落后的条件,他当时就算回来了,也没啥用。 什么意思呢?就算回到中国,他也不会造原子弹,而他在美国,利用美国先进的实验室,利用美国更充沛的资金,去研究对人类更有意义的物理学,不是一个坏事。 杨振宁留在美国,只是做理论物理研究,绝不是很多人认为的帮美国制造各种先进武器之类的,他的研究成果是造福全人类的,短时间内根本不可能变成军事用途。 杨振宁是上了物理教科书的,而邓家先是上了历史教科书,这就是二者的区别。 当然,后来杨振宁为了研究而选择加入了美国国籍,导致他父亲杨武之老先生为此耿耿于怀,以至于要断绝父子关系的事情,这就是人者见人,智者见事了。 还有一个大家可能都熟悉的一个小故事,当年邓家先已经被私人帮所迫害,生活非常悲惨,可能马上就要被抓起来了。 正是由于杨振宁的回国,杨振宁指名道姓说要见邓家先,才让邓家先从一个非常困难的处境给拯救回来了。 不夸张地讲,杨振宁当时的这一举动不亚于拯救邓家先于水火,后来邓家先患了癌症,也是杨振宁不断地托人打听国外好的治疗方法救治邓家先。 我们再来看看杨振宁回国后都做了哪些贡献。 一、用几十年时间让中国理论物理水准达到世界前沿,当然了,中国理论物理达到世界前沿的功劳肯定不能全归杨振宁,但他在这方面也算得上是鞠躬至伟。 二、为清华、复旦、南开等大学拉巨额科研经费。 以清华的名义发表SCI论文数十篇,个人捐献600万美元给清华。 他是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创始人,汇聚众多国际一流学者。 他是南开理论物理研究室的创始人,给中国的大学特别是给清华拉了多少知名的教授过来。 三、杨振宁是1971年中美关系缓和之后第一位回国探访的华裔科学家。 为中美建交、人才交流、科技合作做出了一些贡献。 后来又分别在香港和美国筹集资金,帮助大批中国学者到美国著名大学深造。 这些人后来有多位成为两院院士,其中包括北大校长陈佳二、复旦校长杨家福、中科大校长谷超豪。 四、以八九十岁高龄还亲自站在教学第一线,给清华本科班的人上物理课。 杨振宁这样一个身份的人,给一个大一的学生上物理课,那就相当于爱因斯坦亲自给你上一堂物理课一样。 这样的一个教授过程,给学生的提升是非常非常巨大的,这种示范力量是无穷的。 大家还记得千金百马骨的故事吧? 实际上,杨振宁本人回国起到的就是这种示范效应。 在这种效应下,国外很多一流的学者得以到中国来做科研。 再次强调一下,2019年是杨振宁先生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62年的日子。 62年了,中国人在诺贝尔物理学奖上还是颗粒无收,我们真诚地希望,在杨振宁的启发培养之下,能让中国科学家早日再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3.晚年的爱情 关于杨先生晚年的爱情故事《老夫少鸡》,这也是他在国内被黑的最惨的一件事。 因为当时没回国的人很多,别人都不被黑,唯独杨先生被黑得特别惨,很大部分应归功于这条。 杨振宁选择娶谁,这是他自己的选择,他的私生活别人无权去,平头论足。 其实,这种年龄差很大,却结婚的例子不少,只不过因为杨振宁的名气太大,他的这些事便会被无限放大。 况且,他的妻子翁帆家境非常好,本人又是清华毕业的高材生,根本不可能是为了图谋他的什么财嫁给他。 杨振宁从这个婚姻里也受益良多,婚后他在生活上得到了照顾,同时在心灵上不必再承受孤独。 杨振宁和翁帆的爱情是你情我愿,并没有影响到其他人,到底有什么值得大家批判的呢? 婚姻是否没满,只在于两人自己的感觉,别人是无从判断的。 那些凭借自己想当人的理解对杨振宁之恋的说三道四的人,实在是无聊而可笑。 记得杨振二人曾接受杨兰采访,那天杨兰问杨振宁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如果没有遇到翁帆,你是否仍然会再婚? 杨振宁没有说漂亮话,他诚实地说,我这个人不能忍受孤独,如果没有翁帆,我可能也会再婚。 但他接下来话锋一转,说遇到翁帆是自己的幸运,翁帆是最好的,是上帝送给我的礼物。 如此回答自然是不够漂亮,但杨振宁的真诚反而赢得人们更多的信任。 真诚,这就是杨振宁和翁帆爱情的基础,他们彼此真诚相待,已经一起走过了15个年头。 这15年,杨振宁和翁帆在一起,自己感觉年轻了很多,他的身体在翁帆的照料下,也一直非常健康。 现在96岁,除了增加了一只拐杖以外,看不出他有什么变化。 其实,那拐杖并非必要,他借助改杖是为了走路可以更快。 翁帆对杨振宁的陪伴,并不意味着他是在牺牲自己成全他人。 他和杨振宁是互相成就的,翁帆也有自己的事业,近年来一直在攻读清华大学建筑史专业的博士学位, 常常踏着梁思成和林慧英的足迹,到各地去考察文物古迹。 也需要经常写作、专业论文。 他和杨振宁有共同的爱好,闲时一起读书、唱歌、看电影、一起旅游, 但忙的时候也是各忙各的。 他们住在杨振宁筹资为清华高研院盖的专家公寓楼里, 白天上班时间,一人在楼上,一人在楼下,互不干扰。 如果有事,要通知对方,甚至还通过电话和电邮, 他们彼此尊重,这是他们长期保持和谐的基础。 对于他和翁帆的爱情,杨先生曾预言, 三四十年后,大家一定会认为这是罗曼史。 杨先生在科学上是预言家, 他的规范场理论中的一些预言,近年来不断得到科学实验的验证。 因而关于自己的人生,他的预言应该也不会错。 丁赵忠在杨振宁七十岁生日宴会上曾这样说, 提到二十世纪的物理学的里程碑, 我们首先想到三件事, 一是相对论爱因斯坦, 二是量子力学波尔, 三是规范场杨振宁。 很多人了解了真实的杨振宁后都后悔了, 后悔没有搞清楚事实, 就去随意冤枉一个伟大的科学家。 对于这么一个伟大的科学家, 不去尊重而去妖化, 这种情况值得我们警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